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舆论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还有一个爆炸消息 王一博又有新代言了 从自然堂官微发布的海报以及视频来看 王一博自然堂面膜全球代言人的新身份已经藏不住了 而此时的王一博 已经手握百雀灵与自然堂两大国货护肤品之光 再加上国民运动品牌的佼佼者安踏 俨然已经成为了货真价实的国货推荐小能手 国民度与商业价值齐飞的王一博 在推荐国货的路上越走越远 根据自然堂官方发布的消息可以确定 新代言的官宣时间为8月2日 也就是说在一天之后 王一博就将以自然堂面膜全球代言人的身份与大家见面了 值得一提的是 王一博代言的另一面膜品牌丸子合约已经到期 而作为竞争品牌的自然堂立刻签下了王一博 可见王一博的商业价值早已被业内人士看在眼里 现在王一博代言的彩妆品牌有植村秀 卸妆棉有油妮夹 护肤品有香奈儿和百雀林 如今面膜也被自然堂承包了 这回不管是妈妈粉还是女友粉 这张脸算是被一博安排得明明白白 还有什么时间理睬那些黑粉 美就完了呗 王一博国民度高这件事情 网友心里早已有了最中肯的答案 并且其代言的品牌都是实实在在的国货好牌子 在2022年全球化妆品和个人护理品牌价值50强中 百雀林与自然堂军榜上有名 分列第14名和第38名 能够在全球美妆与个护品牌榜中上榜 不愧是国货之光 而王一博也不负众望 在艺人带货能力Top 15中 以85.47的带货能力名列第一 如今王一博成为百雀林 自然堂两大国货品牌的代言人 国货之光与Chinese Top Idol强强联合 一定会让更多的人认识这两大国民品牌 2022年的王一博 上半年确实是非常忙碌的 除了参与拍摄 《我和我的青春》 《长空之王》两部电影之外 《电影热烈》的拍摄也接近了尾声 最近还加班加点录制了这 就是街舞 第五季那于最忙打工人果然名不虚传 作为那于顶流之一 王一博就算半年不出来营业 他的商业价值依旧居高不下 这次能够将美妆界两大国民度超高品牌纳入囊中 再一次证明了王一博的国民度 也证明了自身的商业价值 原创不易 谢绝搬运 如有特需 思量授权巴掌随笔 在娱乐圈打工就免不了被拿来比较 作为顶流的王一博也难免被品头论足 这次新代言的消息一出 定会有人跳出来说三道四 当然 你有你的言论自由 一博也有自己做事的准则 就请摩托姐姐们原谅某些人的无知 也理解极度的日子不好过 毕竟实力这种东西真的不是谁的一句话就能遮盖住的 一直以来都在强调代言人与品牌合作要相互成就 代言人带来曝光度 为品牌扩大影响力 用自身的影响力为品牌带来利益 品牌方用好的产品为代言人迎来好的口碑 这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 对于王一博商业价值这件事 并非一博团队自己鼓吹 也不是说粉丝滤镜随意夸下的海口 一组组销售数据早已说明一切 品牌方能够选择王一博 也是在无数次的考证之下 无数次的抛出橄榄枝之后 双方共同做出的选择 如今 跟红瞄正的王一博 不仅在主流活动中身影频线 成为对外宣传的门面担当 在推广国货上也在付出自己的一份力 这样的青年之光足以称为Z时代的先锋代表